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德 果然是清明時節雨紛紛啊 最近又開始各種下雨,但也是非常好 畢竟台灣近期的蓄水量確實不太理想 今天就來講講一款廣告打得不太兇 討論度也不太理想的壞蛋聯盟 尤其開發商是中國的金科文化 銀行商是一間香港的阿拉丁護語 就是本次台版商店上架那張爾拉丁Game 而依照官網的場景圖推測 很大概率其實是照片上這間 中國千禧遊戲的關係企業 不過這間公司我在查起來的時候又覺得很妙 網站看上去就很荒廢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再來升挖升挖 那本次的台灣廣告商 唷唷唷唷是以恆 他最近協助推銷垃圾也是挺多的 畢竟韭菜身上真的是具有無止境的商機與潛力 挖也挖不完 我常常都在想 是不是當初就應該加入他們 才符合這時代的正指標 而本次遊戲的玩法是主打拋物線或者說是彈道射擊 對比我之前在動物盆子中講過的 以養成為主的公主T 或者簡化玩法的憤怒鳥 這種玩法帶有場地破壞 風向等機制 可以提高一定的策略跟對戰性 相關遊戲最知名的就是1995年 由英國Team7開發的百戰天叢 遊戲陸續更迭了幾個版本 不過到2016年就停擺了 而2001年當時台灣的紅機矽谷 也有代理一款由韓國Leteate開發的瘋狂坦克 當時的代理人還請到了Fall in love 如果你各位聽過的話 應該都不年輕了吧 目前這組合也早就已經解散了 只剩下楊丞琳跟黃小樓還有保持在活躍了 這邊順便來講一下 在2000年那時候 是處於家用的寬屏網路 還正在普及飛掌人時代 那時候很多人還是在使用56k的數據機上網 當時可沒像現在那麼方便 插上網路線就能使用 遇上額外透過播接的方式 然後那台機子就會發出一堆滴滴滴的噪音 如果你半年想要偷玩遊戲 還要用棉被把機子包起來 不然那個噪音真的會把全家人都吵起來 而雖然玩的時候很開心 但下個月的帳單一來 就是準備被吊起來打 畢竟播接上網是按分鐘計費的 常常一個月五六千都是家常便飯 另外就是速度非常的慢 隨便你下載一張解析度很差的圖片 就是要幾分鐘 所以導致下載成本非常的高昂 因此還衍生出很多壓縮軟體 不過現在用的人應該也不多了 還有多數人會選擇去現在已經越來越少的網咖來玩遊戲 而在當時候 很多遊戲代理商都會透過超商販售 或者雜誌夾帶光碟的方式來推銷產品 而那時候遊戲也沒有所謂的免費制 通常都是提供短暫的體驗時間 如果你想繼續玩的話就是去買點卡 所以遊戲內也比較少奇奇怪怪的課金操作 而瘋狂坦克在當時也應該算是非常熱門的作品了 畢竟也不是很多人就有錢或有時間去玩天堂這類產品 但隨著主流市場的追求以及審美的變化 人氣的熱度是一年不如一年 台版是早早就死去了 韓版的話在期間還有推出更新的版本 甚至還有出過人與PC聯動的手機版 2010年還推出了手機移植版的Zero 而本體撐到了2020年底終於還是官服了 但又馬上在Steam上推出了重啟之作 瘋狂坦克V2 不過到了上個月還是官服了 台灣在2019年時也有一款正版授權的手遊版 HONAR坦克M 但在2021年時也宣告官服了 不過廠商還是沒放棄 今年還準備推出了10Witch版的瘋狂坦克S 但多少也只是在販售最後的情懷價值了 其他還有類似的作品 像是2002年由韓國SoftNYX開發的坦克王Online 還有曾經還是一間遊戲公司的遊戲舉止 也在2002年發行過一款椰子罐頭Online 2008年韓國還有一款由J2M開發的TANA Online 不過這間公司後來被EA收購後 遊戲也就死去了 然後這款遊戲在中國被完美借鑒地複製出另一款熱門作品 2009年由第七大道開發的蛋蛋堂 以及後續好幾款同IP的手遊 像是什麼蛋蛋堂口袋版 蛋蛋堂 蛋蛋堂Origin等 不過這些玩法在台灣其實真的也不是什麼熱門的遊戲品項 那回到本次的TWi蛋聯盟 戰鬥中雖然有保有經典破壞定型的玩法 但他也加入了戰力素質 也就是說玩家不太可能靠策略來對拼了 或者像過去瘋狂的坦克那樣通過破壞地形來影響對方的彈道射擊 最終也是輪為一個只批著相似玩法的戰力素質遊戲罷了 順帶一提 戰鬥中如果你想要加快速度還必須課金解鎖 厲害的是他還要導入放置收菜玩法 真的是挺型的 其他各種拆分多餘的人物養成 常規的裝備技能強化只是基本 後續裝備還需要身心 換一下其他什麼時裝、頭銜、寶物等 如果你少養成一個都是罰戰的份 再來還有寵物養成 最基本最基本你必須養成四隻 還不算後續的什麼命作跟覺醒 而他寵物還有所謂的品質 看來還可以透過什麼洗練來提升 而且寵物本身他戰力也非常強 你也不可能不養 然後還導入像組隊、PVP、排行榜等強色教導術 一切都明顯透露著課金的味道 而且怕玩家太無聊 除了主線以外 各類什麼副本、限時活動、篩好篩滿 別的廠商拼命解副 你這邊再拼命追加 一陣一副消除你是不是剛剛好 而課金方面你想到的 那是一個都少不了 手除、通行證、養成通行證、特權、月卡、VIP、消費回饋等 而在這種戰力數值的遊戲中 這些你都必須先買完 才能獲得最基本的入場券 不然真的只是被其他課長當時殺暴NPC吊打而已 再來就是抽寵物跟裝備 寵物倒是出乎意料的便宜 10抽居然是300元不到 保底沒看錯的話應該是35抽 我亂抽居然還抽到兩次SSR 不過看到這個碎片機制你還是滾吧 然後最貴是抽這個寶物 類似那種增加戰力的輔助裝備 價格的話是抽寵物的兩倍 但是你想強的話就必須得抽 真的是原本一個簡單的競技遊戲 硬是可以被魔改成換皮MLO 只能說廠商的創意真的是無上限了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PPE玩完那無仿 但如果想要再進一步的投入的話 那最好再想想 畢竟回憶情懷本身並不花錢 衝動課金後多半只剩下悔恨了 結論 清明十節九分分換皮廣告欲斷魂 記得問酒家何處有廠商窯子台灣村 其實我已經刷這遊戲很久了 當時我發文的時候 官方的小編還跑來FB下面刷存在桿 而且這三款還是同個代理的 你們廠商是不是有派人在監督我啊 當然如果不夾帶工作目的的話 我還是挺歡迎你們來跟我閒聊的 而不知道是不是遊戲的廣告推銷費不夠 FB的韭菜力居然沒有其他換皮遊戲多 不要明年的清明節還沒到就趕著入坟了 我仔細分析了一下原因 應該是少了預約抽獎的環節 畢竟台灣人是真的很吃這一套啊 初期你只要寄出這招 收穫都肯定不錯 那些人連一拉一跟老鼠會一樣 呼朋一半把人拖進來分屎 趁著台灣人依舊還是好騙的時候 可以多塞一點這種廣告來提高觸及率 反正抽不到沒人會告你 靠著這樣賺一波快錢 才是在台灣代理手的政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